- 哈嘞大家好,我是亞昀 今天看到我坐在一個長板凳上 應該就知道今天不只是我會來現場 我今天居然有榮幸 我跟你講,平常做善事就是在雞得 雞得要幹嘛呢?就是這個時候會有福寶 因為我的頻道今天居然可以請來巨星 各位,先呼吸口氣 你在吃東西的先臀下去不然你會噴出來 就是先吃好吞好 我們現在用掌聲 以及你在螢幕前的尖叫聲 讓我們來歡迎巨星入圍金曲30的 最佳新演員家的Karen Sissi 嗨 嗨 我現在需要先講你平步的心情 剛才用太大的力氣了 跟大家介紹一下 嗨 我是Karen Sissi 我相信應該也不用介紹了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 大家應該都知道Karen Sissi 居然可以邀請你來我的頻道 謝謝你邀請 我真的很感人 而且我今天呢 因為平常我在社群上面看到你的分享 都是音樂比較多 然後可能工作的一些 就是後面的小花絮比較多 我今天想要邀請你的頻道 來跟大家做這個妝容的分享 所以我們今天的影片中呢 會跟大家分享我們現在臉上的 漂亮的妝容 想知道就是年末啊 怎麼去party 要怎麼樣畫得夠吸睛的話呢 就請繼續收看今天的影片喔 假如對今天影片有興趣的話呢 我們就廢話不多說 趕快開始 好的 我現在在Karen Sissi旁邊呢 嗨 有一種鄰家的感覺 因為我現在是 我們現在要從頭開始化妝 跟大家分享 我們這次跨年的 跟一個 一個節慶感覺的妝容 那我現在是完全素顏的 那Karen Sissi 我也是完全素顏的 那Karen Sissi 有眼睫毛跟眼線 本人很美 我現在跟大家講 我現在先有一個顯微鏡的感覺在看 皮膚超好 沒有沒有沒有 我在哭兩秒 沒有啦有化妝啦 那我們接下來今天還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你化妝的技巧 好不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始 看你要想什麼步驟都可以 好 可以從眼睛或從嘴巴都可以 我應該會先從眼睛開始 OK那因為我是全素顏 所以我就先從底妝開始 我就慢慢打底這樣子 好 我現在很素 那我就是 要做一個就是 小粉絲的心態來就是 跟你聊聊天囉 你準備好了嗎 準備好了 準備好了 以為要問一些很可怕的 沒有啦 因為在我的頻道 有很多的觀眾 都是喜歡問我一些 關於夢想的問題 因為 就是大家年紀都很小啊 都想要就是 從小都有那種夢想想 想追夢 但是Karen Sissi 你這麼成功 有沒有一個就是 你當初是怎麼開始 走上這個旅程的 是怎麼會想去追逐 你的這個歌手夢 嗯 其實我是 就是很小的時候 因為跟外婆外公司 住在一起 所以那個時候 可能是因為外婆自己 她也有 就是私心 喔私心 對她自己也很喜歡 音樂這件事情 喔真的啊 對 但是在她那個年代呢 其實很難 去完成這個夢想 所以她那個時候 就有讓我去學一些 唱歌課啊 跳舞課 那應該很小欸 妳現在還那麼年輕 那等於很小就學 很小 那個時候才 從五歲開始吧 對 她就讓我去 去學習一些 音樂 五歲 五歲妳是不是還在跳跳繩 還是在吃棒棒糖 因為學音樂了 對 對 所以一開始我就是 為了讓外婆開心 我就去學那些東西 好笑順 但是後來呢 就是 又回到美國上學的時候 我自己才真正的接觸了 就是流行音樂這個東西 喔 然後我自己才 真正喜歡上音樂 然後我有去就是 擺了一把 人心中的第一把吉他 喔真的 對 然後我才會開始寫起歌來 哇那可是自己很有興趣 其實很重要 因為我覺得做很多事情 都要自己要有熱忱 對 不然就是很多變成就是 長輩或者是父母說 你要怎麼做你要怎麼做 可能就會心累 對 對 所以就是 嗯 所以會開始做音樂 最大的原因 應該是 對 是外婆 那可是妳 妳知道旁邊 可能會有同儕啊 可能就會說 蛤妳要去唱這個 會不會就是有一些聲音 那妳怎麼自己 就是真的像妳可以 這樣子追夢 然後這麼成功 有沒有什麼秘訣 或心理的那種小建設 嗯 其實真的沒有什麼秘訣 我覺得 因為我一開始 也蠻辛苦的 喔怎麼說 其實我 我是16歲就 嗯 離開家人跟朋友 然後我就一個人搬到台北這邊 然後剛開始其實 就因為也年紀很輕 沒有誰都不認識 所以我前兩三年的時間 都還蠻辛苦的 就是 應該就覺得好像沒有依靠的感覺 對 沒有依靠 想哭也沒有人可以抱的那種感覺 沒錯 然後對自己的未來就是 充滿了不確定 然後 然後每天其實都在覺得說 自己是不是因為不夠好 所以才沒辦法發片 所以也是有經歷 很多很多很傷心的那個 情緒在那邊 那個時候 對 但是我覺得可能因為我 就剛好提早 被丟進了這個社會 所以 所以我也就是 成長的 蠻快的 就學到了很多東西 然後也 就是有讓自己開始 就是進步起來 對啊 其實我覺得這種東西都很不確定 最重要的是找一個就是 你真正 喜歡的事情 對 我覺得做起來才有意義 才會開心 開心真的是比較重要 那最後你走到這行 等於是家人剛好都很支持 對 嗯 家人其實一開始都非常支持 他們就覺得因為 可能他們自己 在他們那個時代 也沒有辦法去真正的做自己 喜歡的事情 所以他們能幫助我 能支持我 他們就盡量幫 可以看到你有成 就反正變成你有一個很棒的成就 他們就很像 他們也成功的感覺 對對對 對對對 那很棒 那很棒 那Kerry其實你的皮膚是什麼膚質啊 你知道嗎 還是說你平常就是 因為講說你這樣講 你平常買東西的話 是不是應該先知道自己的膚質或什麼 你自己 我其實是 混合 混合 但有的時候會 會比較偏乾 因為你只要在美國常生活 因為就很乾吧 對 非常乾 嗯嗯嗯 但它又會出油 所以就是混合的一個概念 應該算混合 那你平常就是會化妝嗎 就是假如是今天完全沒有工作 可能就只是跟家人出去吃飯 或是朋友小聚 你會化妝嗎 呃 如果是跟家人的話就不會 但如果是跟朋友 很奔放 對對對 如果是跟朋友的話 可能就會小化一下 小化還是淡淡的這樣子 對 因為我其實 蠻喜歡化妝 喔真的 嗯 我覺得你也很會 因為我覺得 因為我覺得要找出 適合自己的風格 是最重要的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 就是化妝 不是說一定要化成某一個樣子 Yeah 就是要找一個很適合你自己的 Style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 我也覺得 其實我找到自己的Style 是因為我 嗯 因為發行了第一張專輯 那個時候就第一次跟 一個化妝師合作 就是他幫我化 為了宣傳這樣化妝 嗯 然後他的名字是Chloe 嗯 然後我才覺得說 哇原來我的妝可以這樣化 可以這樣子 真的 有的時候都是要靠別人去突破那個極限 才發現說 欸自己可以 對 所以他每次幫我化妝的時候 我都會偷偷的就是 學幾招 學幾招 然後問他說 欸這個哪一個好用啊 他買什麼我就買什麼 喔 原來是這樣子 所以也是一個一個 慢慢這樣自己學的 欸那你 我要問一個就是 你知道現在因為 現在因為剛好要就是 進入了這個節慶啊 要這個聖誕節跨年跟這個過年嘛 然後大家可能會有朋友的聚會 嗯哼 那假設我們給一下一些 想要脫單的朋友 一些約會的tips 假如你今天要去約會 你會在妝容上有什麼 特別的 小心機嗎 第一次約會 對就是你想去 就是你現在是單身 然後你要去吸引那個 你很喜歡的男生 你覺得你在妝容上會怎麼做 我跟你講 男生都不懂話 他們都不懂我們女生喜歡的妝 如果我們弄一個什麼粉色的眼影 他們就覺得 喔什麼東西 看不懂 他們 他們只看得到就是 褐色 就是比較自然的妝 如果我們畫什麼 最基本的 深紅色的口紅 他們就會覺得 喔他的妝好厚 但明明就只有 只是一個深紅色的 對 所以我覺得如果是我 去第一次約會 我會畫淡妝 對 你畫淡妝 那你會注重什麼地方 就是假如要特別注重某一個部分 我覺得應該會注重睫毛 喔睫毛 對 因為 我在網上有讀過 就是 他們說女生的睫毛是 會吸引到男生的第一個部位 會散發出魅力之類的啦 各位請筆記 Oh my gosh 因為我對於睫毛 就是還蠻沒有感覺的 我對於睫毛就是 因為我是中睫毛 所以我就是每天不想去弄睫毛的人 所以我就很懶惰 我懂我懂 我也是沒有睫毛 我就 會變成另外一個人 所以你會很care是睫毛 你會注重在睫毛 我都很care 喔 好 大家可以參考 可以試用看看喔 假如你因此脫單的話呢 記得趕快跟care自己說一下 謝謝你的傳授 耶 你現在貼鑽是用 就是腳水直接 對 我就直接用睫毛 那你是你的腳 黏在上面 下面沒有 對 黏在上面 我很老派 我就是用一個那種亮片子 然後塗在下面 有時候反而亂畫我覺得比較好看 對啊 有時候特別要畫一個的時候 就會畫 就是然後會畫很醜 就是 反而有時候平常自己亂畫 真的 我覺得化妝就是要 完 不知道 對 沒有對的錯 開心就好 我覺得因為可以趕上膜 你有上修容了嗎 還沒 還沒 所以我就說我貼到會貼很巧 非常好 就是保持這個速度 好的 一直很怕我來不及 對啊我貼到好 所以你平常化妝會畫很久嗎 就是你的動作收腳 嗯 看如果要很久的話我可以畫很久 你也可以很久 對但如果你真的是 哇要趕時間 那我就畫快一點 好 所以你也是可以調速度的 對 但我很喜歡就是 慢慢的仔細的畫 好 okokok 對啊 因為你知道有些人是沒辦法快 所以他就說我不管 我就是一定要兩個小時前起床 那種 哇很累 兩個小時 我會想多睡一點 對啊 尤其是冬天好美喔 對化妝前真的蠻累 好的 那我們現在到了最後一個步驟 我們要來擦口紅 所以就要偶射對不對 對 我今天用桃紅色的 我今天用桃紅色的 擦口紅無法聊天喔不好意思 對 兩個人很認真在擦口紅 那我覺得我們應該差不多完成了 我們來稍微弄一下 等一下來跟大家Ending Yay 哈囉 我們完成了我們的妝容了 那Kara CC 妳的妝容 要跟大家再稍微帶過一下小重點嗎 我的妝容就是非常的重 真的 就是粉色跟紫色為主的 然後上面有貼一些小小的鑽 來做一個點綴 然後嘴唇也是就是粉粉紫紫的 這應該就是粉紫紫的 而且妳的衣服也有特別搭到 一個粉粉的感覺 YES 我平常其實沒有經常穿粉色 真的嗎 對 妳很搭耶 妳應該常穿嗎 所以今天就算是一個 嘗試的感覺 但妳今天嘗試就可以知道自己其實還蠻適合的 可以常走粉紫 我今天也是算是走紫色為主 然後我就是紫色跟銀色做搭配 所以底下也有一點點那種就是亮片液這樣子 然後就是做一個粉紫色的口紅 我也是走一個淡紫色的路線 所以我們今年給大家一個這個聖誕跟跨年 或者是新年的一個party的造型look 希望大家喜歡 然後剛才因為我身為一個小小粉絲的心態 因為剛才柯爾茜茜講到說要發行性的單絲 是不是可以在我們的頻道給大家一點點小小的透露呢 介紹一下 或者是可以聽妳唱一兩句嗎 好耶 那我先介紹一下這首歌好了 它的名字叫做 You Stupid You Stupid 然後這首歌是12月20號 數位上架跟MV都會同時上架 所以大家可以又聽歌又看到MV 然後我們這一次歌曲的主題就是在講說 我們希望可以推翻一些比較老舊的想法 然後讓大家看到我們新生代的生命力跟我們的Energy 然後MV的concept也是非常的酷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然後那我就唱一小段 好 外面的觀眾朋友請來點掌聲與尖叫 自己叫 OK 好了 看我打破真心遊戲規則they don't know 就讓這世界徹底翻轉baby they don't know 被猶豫看進我的腳步they don't know Watch me go Watch me go 好好聽喔 各位觀眾聽唱就這麼好聽 MV跟數位上架你能不去支持嗎 OK 請大家一定要支持KarenCC喔 而且也記得你的社群平台有哪一些 希望大家可以關注一下 好 我的FB Instagram YouTube anything 都是ITS K A R E N C I C I 非常好記 大家記得也要去關注KarenCC好嗎 然後假的你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影片按讚喔 也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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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